文章来源,凤凰海潮音,题目,诺奖提名科学家眼中的净土法门,真的?假的? 2016年11月11日,编者按,净土法门真的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是迷信吗? 在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家眼里,净土法门到底有哪些科学理性的依据? 11月17日至20日,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陕西省组委会承办,北京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协办的, 汉传佛教祖庭文化国家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与会大德专家围绕会议主题,祖德流芳共序圣源, 深入研讨汉传佛教祖庭文化的发展、继承和弘扬, 推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香港理工大学荣修校长潘忠光教授出其研讨会并做了题为《净土法门的科学观》的主题发言, 从科学的角度扩清了修行净土时的四大疑问。 凤凤佛佛教选编潘忠光教授论文主要观点如下, 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很多人对净土法门有意误解, 认为单靠念佛往生是迷信, 感觉上净土自是知识水准不高或年长佛教徒的修行方法。 很多朋友问我, 你是科学家, 亦是大学校长, 为什么信佛? 更为什么去修净土? 我决定修净土法门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及体验后的决定。 最近, 我经常与大众分享佛教与科学这个专题, 同时发现净土法门与现在的科学理论没有任何抵触。 我现在尝试从科学角度探讨净土法门。 一般凡夫对净土法门常常有以下几个疑点, 净土真的是阿弥陀佛从灵创建出来? 真的那么殊胜? 如果净土不停接引十方世界一切众生, 净土可容纳那么多众生? 单念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往生? 净土离开我们十万亿佛土那么遥远, 可以去到吗? 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不可能有直接的答案, 除非阿弥陀佛在我们面前, 告诉我们, 并用他的神通展示净土给我们看。 所以, 接受净土法门与否, 最主要是信心的问题。 作为佛教徒, 我绝对相信佛陀不会说假话, 他在净土三经很详细介绍极乐净土的各种殊胜, 如果不是真有极乐世界, 他怎会这样详细的介绍? 净土法门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大力推荐而由阿弥陀佛迎接的不可思议法门, 是两尊佛非常罕有的合作, 一推一拉的成果。 我只能说凡夫的智慧与佛的智慧相差太远, 凡夫是井底之蛙, 又怎可以理解井外的世界? 又或石器时代的人怎可想象及理解现代的科学发展? 事实上, 科学家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佛陀2500多年前的教诲, 我尝试从现在所掌握的最新科学知识, 去探讨凡夫对净土的四大疑点。 香港理工大学荣修校长潘忠光教授做题为《净土法门的科学观》的主题发言。 疑问一, 净土真的是阿弥陀佛从零创建出来, 真的那么殊胜? 现在, 一门非常热门的科学话题是人类意识与宇宙的关系, 宇宙不是独立客观的存在, 而是会受到人类意识所影响, 没有生命, 没有意识, 便没有真实的世界。 这类思维主要是依据量子力学的理论, 一切事物均由分子组成, 而分子是由极细小的粒子, 如电子、夸克组成。 在二十世纪中期, 量子力学成功地解释微观世界的一切现象。 量子力学指出, 在空间里的任何基本粒子, 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状态, 它可以是占有空间的利点, 也可以是不占有空间的微小能量波动。 但一被干扰, 例如, 当粒子被观测人类意识所引发的动作, 它就只会出现某一种确定的状态, 例如, 以某个形态在某确定的地方出现, 干扰过后, 一切又恢复自由状态。 量子力学让我们了解到人类观测者的意识的重要性, 意识和事实不可随意切割开来, 就好像杰出物理学家霍金所讲的模型所依实在论, 事物真相端赖于观测者的意识。 当两粒或以上有密切相关的粒子, 如原子内的各电子, 无论被分割多远或多长时间, 它们仍会维持密切的关系而互相影响。 如果它们都没有受到干扰, 便会各自处于各种可能的自由状态, 其中一粒被观察而突然出现某一确定的状态, 其他有关的粒子便会立即调整自己的状态与之相应, 如同它们本身亦被干扰一样, 这种关系被称为量子纠缠。 如果分隔在两地互有纠缠关系的两个物质, 无论距离多远或相隔多久, 只要一方接受到一些资讯, 另一方便立即感受到并做出相应的确定状态。 这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 例如, 一对妈生姐妹, 无论她们相隔多远, 她们很多时都能感应到对方的一些突发事情。 杰出物理学家惠勒·John Wheeler及林德·Andrey Lind, 均相信人类的意识会影响我们所认识及感受到的现实世界。 人类的意识是参与发展真实世界的重要元素, 意识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 不断在改写自己的命运及身处的世界。 意识是一种能量, 它有自己的振动频率, 当意识能量强大的时候, 它可以引起宇宙其他事物能量, 尤其是与它有纠缠关系的事物, 产生共鸣。 共同愿望的强烈群体意识, 影响更大。 旋论Stream Theory认为当很多相关的基本粒子, 例如电子、质子等, 在依从着一股强大的指挥动力下, 可以和谐共振, 整合为一种更大的能量。 从爱因斯坦的能量E与品质M的互变关系, E等于Mc的平方, C等于光速。 这一大能量可以展现为一种物质或现象, 阿弥陀佛经过漫长的修行历程, 积累了难以量计的功德, 其意识和愿力是无可量计的强大。 故此, 它从零开始建立一个理想世界是完全有可能的。 并不违背现代的科学理论。 阿弥陀经说, 世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因宣流变化所作。 本师释迦牟尼佛已清楚指出, 阿弥陀佛可以从零变化出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加上诸大菩萨及大善人不停往生到极乐世界, 共同的意识及愿力会越来越强大。 美好意识结极, 极乐世界不断地变得更殊胜。 疑问二, 如果净土不停接引十方世界一切众生, 净土可容纳那么多的众生。 我们凡夫生活在四维时空, 长、阔、高及时间的世界。 我们看到、触摸到及感觉到的都是在四维时空内, 我们的思维也被这四维时空所局限。 很多科学家认为, 宇宙间每一点, 无论多大或多小, 都是相对的概念。 比如说, 我们地球看起来很庞大, 但从整个宇宙来看, 地球只像微尘一般的渺小。 同一原理, 我们看一粒微尘, 如果将它放大来看, 也是一个世界。 现在, 很多科学家相信宇宙超越三维空间。 从数学观点来看, 宇宙每一点都可以有九维空间。 即长、宽、高及六维互相卷曲的微小空间。 所以, 每一个小点看上去是微尘, 其实, 每一点都可能有自己的多维时空。 多维时空, 可容纳各类适当众生的数量, 不可自议。 无量寿经, 按康森凯一本中, 阿南问, 世尊, 若比国土, 无须弥山, 其次天王天及刀里天, 一和尔注。 佛语, 第三言天, 乃之色究竟天, 皆一和尔注。 阿南言, 行业果报不可思议。 佛语, 行业果报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 其诸众生, 功德善利, 助行业之地, 故能而耳。 时间与空间的伸缩性, 不是我们凡夫的智慧可以理解。 阿弥陀佛要不停地扩大极乐净土, 即善用这多维空间, 亦不违背现代的科学理论。 疑问三, 单念阿弥陀佛名号, 就可以往生吗? 我会做以下比喻, 电视机如何收看到某电视台? 电视台将画面和声音转化为 在某一特定频率归线内的能量, 播放在空气中。 只要调教电视机的吸收频率 与某电视台的频率接轨, 便能接收到该电视台的讯息。 假设极乐世界是一个超级电视台, 阿弥陀佛的无尽能量, 穿越时空, 到我们的地球, 我认为本时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这股能量的频率就是阿弥陀佛自自声音。 无论是任何语文, 普通话, 英文等等, 它们都是古印度文的翻译语, 频率是很接近的, 声音是一种能量。 我们念阿弥陀佛时, 便能与这极乐世界能量接轨, 产生感应。 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等于在潜意识或佛教的第八时, 拨下一粒种子。 只要我们多念, 就会加大自己的接收能力。 到临终时, 储存在第八时的阿弥陀佛接收种子, 便会离开身体与空间里的阿弥陀佛产生感应, 帮助我们到西方极乐净土。 又例如, 我们需要以密码开启一部电脑, 密码可以是一组数位或声音。 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被视为打开通往极乐世界的密码。 在研究意识与宇宙互动的范畴上, 发现念六字大明咒, 能产生一些不可思议的感应。 你表示, 念咒能与宇宙某些能量场接轨。 念阿弥陀佛, 这咒语能与极乐世界的能量场接轨, 并不为奇。 疑问四, 净土离开我们有十万亿佛土, 可以去到吗? 从凡夫的角度, 无论我们做多快的交通工具, 都去不到。 但爱因斯坦指出, 时间与空间是人们的错误理解。 例如, 空间可以被扭曲。 爱因斯坦提出, 爱因斯坦Rosen Bridge, 一二桥, 而惠特勒称之为虫洞, warm hole, 可穿越时空, 拉近及连接时空相隔甚远的两点。 透过量子纠缠的关系, 意识的传递亦可以超越时空, 往生净土的基本要求是, 信、 愿、 行、 具足。 从科学角度理解, 信是极度的专注, 愿是强烈的动机。 这样, 行的念佛意识变很强大, 更容易穿越时空, 与有关的能量场, 产生感应。 现代科学, 对宇宙的理解, 越来越接近佛陀的教法, 净土法门, 看似迷信, 但亦与现代科学, 全无抵触。 潘校长第一份报告非常好。 现在之后, 第一份材料带回去, 要多看看。 不但能增长自己的信心, 愿心, 同时能真正帮助别人, 自立立大。 在这一生当中, 掌握这个现实, 决定要往生净土。 这是大事, 净土真有。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称呼,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谁能去, 人人都能去。 他那里没有什么特别条件, 告诉我们, 往生极乐世界, 只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真心, 约定未怀疑, 第二个要真愿意去, 强烈的愿望, 求生极乐世界。 第三个就是念这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这阿弥陀佛的词比喻好, 这是密码, 这是信号。 凭这个信号, 跟阿弥陀佛沟通。 我们念这句佛号, 阿弥陀佛就听到了。 不要以为世界很多, 众生很多, 这么多人念佛, 我在这里念阿弥陀佛能晓得吗? 这都是用我们的凡复心, 去度量佛的, 佛的这个神通, 佛神通光大。 世荒世界, 任何一个人念一句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都见到了, 都看到了, 你是真的, 跟他去感言。 如果是半信半信, 想生极乐世界, 这个地方也不想离开。 还有东西值得留念的, 阿弥陀佛就不会理你。 阿弥陀佛也无可耐乎, 也没办法把你戒去。 这是累赘, 这是障碍, 必须自己能放下, 才能决定你往生。 真正放下, 我们将功夫成片。 这是念佛功夫, 达到一定的程度, 往生的条件就足了。 练到功夫成片, 就是心里头, 只有一句佛号, 除一句佛号之外, 什么妄念都没有。 这叫成片, 起码的功夫。 这个功夫就能感应到阿弥陀佛。 或在镜中, 或在梦中, 我们只进念佛的时候, 见到佛了, 见到极乐世界了。 这就是给你递的信息。 更清晰的信息, 佛给你有时间。 佛会告诉你, 你还有多长的寿命? 一般都是等你寿命到了, 佛来接应。 我们在 进出神仙路, 往生传里面, 看到很多。 可是有一些聪明人, 见到阿弥陀佛, 就赖着不放。 要求阿弥陀佛, 我现在就向往死。 这世间太苦了, 我不愿意在处置这边, 佛很慈悲。 越大多数都 允许 三天五天 来接应。 那他过了三五天, 他就正往死了。 那另外一种, 像海鲜老婆说, 他修得很好, 修一句话好, 不认识是, 一生一步间没读过, 连武藤功课都不会做。 阿弥陀佛的时候, 别人在里面, 依着移轨去做, 他在门口, 获掌念佛。 一句话好, 在这个时代, 时空间里面, 给我们表这样的法, 不知道读多少种子, 为什么? 八万四千法门, 哪一门都不能拯救, 唯独这些门。 所以阿弥陀佛祝福他。 我的古迹, 他念佛念了, 九十二年。 这么长时间里面, 他见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 我肯定, 决定不知识识, 所以, 他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认识很久了, 佛祝福他, 你修得不错, 修得好, 多住几年, 做个好样子, 给佛门弟子看看, 尤其是, 进度中, 念佛求完事。 做个榜样, 给他们大家看, 让他们大家, 增长信心, 坚定愿心, 像他一样, 完事进度。 所以, 他的生命, 不是他原来, 有这么大长寿, 是阿弥陀佛给他的。 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 任务圆满了, 佛祈乐基因的。 什么时候圆满, 圆满, 要告诉他一段事情。 跟他说得很清楚, 什么时候, 有人送一本书给你, 这个书叫, 若要佛发现, 唯有生产生。 你见到这本书, 阿弥陀佛就来见你, 我说, 他天天在等他, 有没有人会送他, 在我们想象的, 不可能。 为什么老和人不认识, 你送书给他, 不是挖苦他吗? 怎么可以送书给他呢? 所以一般在常理讲的话, 不可能带书给他。 送衣服给他, 送吃的东西给他, 这很多, 很平常。 可是真的, 在13年, 3年前, 13年, 一月, 就有一个局势, 去看老法师, 就带了这本书。 那老法师看着这, 穿袍大衣, 拿了这书, 照了一张照片,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没有, 我们这里没有, 以后挂一张照片, 就这, 那边是一棚里的有, 你们就看看, 看他这本书, 高兴得不得了, 穿袍大衣, 拿到这本书, 要求别人给他照相, 三天之后, 他走了。 所以, 带这本书给他这个人, 我相信就后悔啊。 他要不带给他, 老活生现在还做事啊。 有使命, 有使命, 有使命的人, 寿命会延长, 给你的任务, 你没有完成, 佛在那边等你, 等你功德圆满, 他就来接一年往事, 真的, 不是假的, 不是迷信的, 像今天报告前面一份, 人死了又没有灵魂, 有, 真有, 灵魂确实存在, 在哪里, 他们不知道, 但是他们有强烈的信心, 一定有一个地方, 灵魂, 聚集在那个地方, 他要来问我, 我知道, 在哪里, 你们大家晓得不要, 能够于都是一体, 大小, 时间长短, 是假的, 是我们的错误, 根本就没有时间跟空间, 然后你就晓得了, 心经上讲的, 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色不于空, 空不于色, 色就是有相, 空是无相, 有无是一体, 所以灵魂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是不在, 你想他, 他就先行, 空就先行, 一不想他, 他就空, 他就没有你, 万事万物, 跟我们的念头, 量子理学讲, 讲得好啊, 我们的念头就是干扰他了, 就是缘了, 佛家讲的有缘了, 其心动念, 他就信, 不其心不动念, 他就没有了, 没有了, 不能说他不存在, 现象的, 不能说他有, 这就是很难理解的地方, 量子理学, 跟这种真相, 很接近, 以前距离远, 量子理学距离就近, 随着真有, 遍法界, 遍法界去空间, 受法界留在轮回, 我们想, 他就信, 我们不想, 他就不信, 在梦中想, 在梦中心境界, 不想了, 他就没有了, 如果, 自信里头, 没有这个东西, 梦从哪来的, 什么可能有, 那, 这是, 能大师的, 第三句话, 何其自信, 本自居住, 我们的自信, 本自居住, 受法界, 本自居住, 六大龙黑, 就是你要不要, 有没有, 意识, 有没有出动, 对于他讲出动, 意识出动, 就是我们讲的, 其心动念, 分别之处, 有其心动念, 他就信, 如果分别执着, 他就造业, 没有分别执着, 他就不信了, 就不信了, 佛法里讲, 迎信不通, 有缘, 没有缘, 没有缘, 隐, 隐藏起来, 没有缘, 隐藏, 不能说有, 现境界, 不能说有, 那么境界, 是有是无, 也有有, 这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一有与有, 不能说有, 确定说有, 也不能确定说有, 又无同时存在, 迎现同时存在, 那, 是法界六大轮回, 同时存在, 跟极乐世界, 都同时存在, 酷修跟我们解释, 好不好, 让我们真正, 明白四十真相, 好好念阿弥陀佛, 决定求生减土, 减土决定有, 极乐世界决定有, 阿弥陀佛决定有, 念火往生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世界, 丢得一干而尽, 什么都不留恋,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就对了, 一当事情放在心上, 就造成严重的障碍, 看不放下,